一字排開大合照 由總統賴清德親自掌舵 首場國家氣候變遷委員會正式登場 閉門會議期間與會者熱烈討論 一開就是馬拉松四小時 賴清德直球對決 讓成員也暢所欲言 但外界聚焦核能議題是否成為主陣場 而會議前賴清德先打好了預防針 強調核能很複雜得多元討論 會中指面向幾個主軸 淨零減碳永續綠能等等 對核能倒是沒有多加著墨 而有公民團體當面建議 在短期內制定2030淨零碳排 43%的行動綱領綠皮書 也呼籲政府應該公布用電大戶的名單 環境部八月底將通過三個執法 健全碳定價的機制 但是國家氣候變遷會定調美季召開 要讓永續國土的概念讓台灣跟世界結軌 華日新聞綜合報導 您好 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